来纪念他自杀的亲人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叫大乘佛教 而不是说只关心自己的 所以虽然讲无上菩提心 我却讲了这么久 我只要让各位了解什么教 不然谁都会说 我是发心来受戒的 谁想说No 我发小心 我才不发无上心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发无上心 但是所以一定要有 大家互相观察一下动机 透过善知识引导我们一下 看看自己的动机 对不对 不然就像每个人就像唱歌一样 都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听 来虐待我们 所以老师说 一个人要唱歌好听还困难 是不是 麦克风交给你 叫你唱个炉香站 我们都站不起来 觉得很烦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很难很难 但是因为难 所以我们要小心翼翼的 更要帮助众生 更要审查自己 我想八观灾界的重点 虽然讲三机 事实上我们三机都要做 在外表上遵守因果 在心态上无所执着 在愿意上为众生 而不是说我是修上等根器的 就不用修下等根器 因为有时候我发觉很多 修高根器的人 他有在吃肉 吃吃葱蒜 那你连基本的都做不到 你说你修高根器的 这个也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 你要讲高 那就要包含圆满的低 你不可能把一楼二楼拆掉 说你住在三楼 那叫摇摇欲坠 摔死 所以 而是要踏踏实实的 三种根器 都把它做到圆满 敬业三福 而且人圆圆满满 不是你圆满 而是希望 当愿 所有众生 都敬业三福 圆满 释迦牟尼佛成佛 是做给我们看的 他用生命的历练 然后希望每个人 都这样来历练 这样才可以成佛 才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成佛真的很困难 但是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如果把生命 成为成佛之道 然后生生世世来轮回 非常有意义 虽然轮回很苦 但是不离开空性 就不觉得自己是在轮回 而是觉得自己在做义工 做生命的义工 很有意思的 来奉献 所以我今天废话多一点 因为今天他们说 等一下十点 要庆祝生日 我就一直告诉我 我生日到底要干嘛 每个人都打微信来说 师父生日快乐 我只能说 你快乐 我才快乐 活着干嘛 因为我爸爸妈妈快乐 我才快乐 不然我活着干嘛 我是为我父母而来的 那你既然要发心做菩萨 那我们要为众生的 离苦得乐而来 所以以人为受 希望大家都慈悲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长寿法会 不是我 是你们的长寿法会 我这个是陪衬的 我为你们而来 我这样说 所以各位要这样子承担 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 各位你要不要长寿 要 一定要长寿 所以今天参加长寿法会 你至少增加六岁 你看 滑得来 那这六岁不要拿去玩 拿去老人院 好不好 这六年的钱都拿去孤儿院 去帮助那些受苦众生 那你这个死在孤儿院 那有用 不要光死在老人院 要去帮助 所以以这个动机 大家来受八观哉戒 受五戒 受菩萨戒 如果你要真为海涛法师助寿 我看这还有道理 不然的话 这个世间的福报 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没有什么大的 只要对别人有帮助 这是唯一的意义 好 所以我们底下就会念快一点了 请翻到二十页第二行 三机等见 七众通收 或野山徒 而直屈人天 或超有漏 而静等决案 五圣运载 戒为走霞 不管你修世间的福报 乃是为了成佛 一定要持戒 万善可备 戒为基本 如等金鱼 农历 六月六号 今天在佛教叫什么戒 念一下 赛经戒 等一下中午出太阳 我们一起拿一本去绕一绕 修修功德 所以去赛经 我们在台湾也把它定做 念一下放生功德日 所以我现在 拜托他们赶快 尽量放 不是放给海涛法师 活得很苦的 放给我干嘛 放给众生 希望大家众生离苦 物名也离苦 优秦也离苦 我们只活一个长寿 念一下 菩提心长寿 就是不要离开慈悲心 菩提心就好了 那为了要圆满菩提心 慈悲心 就不能够离开空性 要把空性完全放在 你的生命里面 叫三昧耶戒 那这样你才是长寿 无量寿 那我想阿弥陀佛长寿 无量寿 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他自己长寿 释迦牟尼佛视线 八十岁入涅盘 也是一种视线 让众生体悟无常 要爱惜佛法 不然佛陀在世了 很多人都 没有进入解脱 或发菩提心 佛陀因入涅槃 就安安一样 砰一下就马上震阿罗汉 那很多修行者 就发起怨成佛的菩提心 来供养佛陀 我想佛陀是一个 一个视线 用各种的法 用长寿来视线 用短寿来视线 用快乐 像弥勒菩萨来视线 用苦行来视线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都是为了配合众生 你喜欢结婚 生小孩 又喜欢佛法 那你可以去都帅内院 对不对 有家庭 有儿女 又可以发菩提心 你喜欢清静 那你去极乐世界 你喜欢庄严 那你去妙喜世界 你喜欢健康 做医生成佛 那你去药师净土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做医生 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想各种各种的方便 配合众生的根气 好 第二行中间受旁观灾界 霍月山土而直屈人天 霍超有漏和静灯决案 武圣运载 借为走霞 万善克备 借为基本 各位于今天 6月6日赛金节 来到美国瓦林市 这么庄严的地方 求受八戒者 先当小了八戒名体 赤方亦如等寓意传授子 然此八戒名曰八观哉 观者金碧之意 为金碧八世不放顾 你这八条不要放 你第一轨道 出生道的门 就关起来了 我们以这种大悲心 自己严格的守八万哉戒 关闭众生的三恶道 一切回向给众生 灾者其意 以过中午不时为灾体 这个灾就是内心清净 无碍然 在行为上过无不时 在内心里面 那么保持清净如阿罗汉 八世筑成清净宅体固 由外而内 为众生而守戒 那你内心也维持在一个 菩提心的状态 虽然各位 每天必须要有家庭的事情 没办法完成 圆圆满满的菩提心 但是宅戒日 你就尽量朝这个方向 恢复就像你去度假一样 一个人 家事业很忙 家庭很忙 终于去 去国外 躺在海边晒太阳 就这个意思了 度假一下 那我们守八万哉戒 就让我们恢复佛性的状态 佛性不是度假 是做自己 值得高兴做的事情 你去上班很痛苦 做义工快不快乐 做义工奇怪 累得要命好快乐 对不对 这无所求 为了钱去做 很委屈 所以守八万哉戒 我们是保持清净心 去奉献 尤其八世 与灾体共相支持 又名八知灾法 须之灾一名戒 佛所制定雇 戒一名灾 其身口亦三业雇 以身业旗 则无慧恶 口业旗 则无诸过失 心业旗 则无烦恼诸漏 业因 故必须一日一夜 临至虔诚 内六念尽其自义 唯第一 念佛 慈悲导师 第二 念法 三世佛母 第三 念身 仁天福田 第四 念天 长寿安乐 第五 念戒 清净身心 第六 念诗 普济贫穷 外以八知 约束其身口 第一 不杀害 第二 不偷盗 第三 全断淫欲 乃至 第八 离非时时 过无不时 由是身口亦 三业道清静 成为 初离世间 之正因 解脱轮回根本 如等 今者 一一文之语 果人 如法 并受火 如法 受此 那各位也要想着我们带着很多众生 天神 或三神 甚至带着父母祖先 六道友情 一起在 皈依受见 这个要点请抓住 修大乘佛教 那 其实时时刻刻 心佛众生 何为一体 记住这句话 你怎么对待佛 就怎么样对待众生 千万不要对佛一直巴结 然后看这个众生 不习惯 不习惯 你嘴巴讲 心佛众生 做的 却不太一样 空就讲 绝对平等 绝对平等的 爱就是慈悲 那才是永恒的生命 这个肉体世界的一切 是暂时的 是一定好意念的 所以我们在 看所谓慈悲的人 是看他做事 慈不慈悲 他是凸显自己的能力呢 那这种分别呢 还是拿了戒律去衡量别人呢 那这个就不符合慈悲的原则了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讲我自己修行的方法 保持一个惭愧心 虽然我们努力的清净 但内心是非常惭愧的 因为不是你好就好 唯有众生都好 众生都清净 那我们受这个戒才有意义 千万不能用一个个人解脱 或福报的心来受戒 要有无上菩提心 就养成这个习惯 脱离个体 不要自私 不要只为自己想 吃一块面包 所有众生都吃一块面包 你喝一口水 所有众生都喝一口水 这个叫三昧夜 这个叫空性 这样才符合大悲心 这样才符合大悲心 这一切都要连结的众生 最重要的各位要 骗圆法界 千万不要 就是说上车不要忘了关门 出门不要忘了关瓦斯 意思是说 你要时时刻刻知道 旁边的人事物 你照顾好了没有 这叫修行 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不管这个的 修空性的人是 人人心里想什么 爱什么 需要什么 你都完全的照顾很好 各位千万不要每天打坐 修行 闭关 却不会服务别人 不会煮菜 不会照顾众生 那这个人 你学佛要干嘛 学佛是麻醉自己 学佛是眼睛往外看 手往外 这叫千手千眼 升到无间地义 升到每一个地方 这个叫学佛 但是所用的心态 是一种空性 悲心菩提心 身性因果 这个叫学佛 而不是在满足在 某一种仪轨上面 满足在某一种 这些修行上面 自己以为高高在上 这叫小心 所以我们同样的 你要受保安在界 遍远法界 为他们 一切有情无情 我修行我来修 但是你们得到我的功德 你们越来越好 所以 而且承担他们的生命的责任 直至他成佛 他下地狱 你要陪他下地狱 你要替他下地狱 你替他下地狱 让他去净土 所以你不能说 不行不行 我正在修法 我还没修完 先去再说 那才是快速之法 所以佛陀是用这种 完全的用生命的去修法 去治他交换 而不是在法里面麻醉自己 美国听说 过午的时间是中午一点 一点 那意思是说 过午就是说 你一点开始吃饭 之前就可以 你超过了一点 十分 十五分 只要你一点之前 开始吃饭 不过于现在的文明社会 各位就把握原则就好了 特别你们真的要过午 你去旅游 人家到了两点才到餐厅 你说 你翻脸